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又要為你們開箱一台 全世界非常限量的一台杜卡迪 而且這個杜卡迪的聯名真的來頭不小 那麼在我們更詳細的介紹這一台摩托車之前 還是要再次的感謝我們當地非常知名的杜卡迪的經銷商 也就是South Sound Motorcycle 這邊不只有賣我們Ducati的摩托車以外 其實這邊有賣B&W的品牌 其實我們這邊想得到的杜卡迪 基本上這間店全部都可以幫你處理 所以如果想要買一台厲害的杜卡迪的話 記得讓我們South Sound Motorcycle這邊 來找我們的總經理也就是Brandon好不好 他絕對會給你一個好的價錢 你就直接說是我的觀眾 他們應該會給你一個不錯的價錢 好啦不過今天非常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其實這台車子 當時在我們網路上流傳照片的時候 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的有興趣想要將它購入 但是為什麼沒有將它購入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等一下我也會跟你們解釋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我要為你們介紹這台摩托車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的Ducati Lamborghini Diavo 1260 這一台摩托車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而且其實從車頭到車尾有非常多的這種套件 全部都是為這一台車子去做設計 也就是說只有這一台車子才擁有的這個獨特的造型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直接將這一台摩托車 跟我們一般版本的這個Diavo 1260 來做一下比較好不好 講到聯名呢 其實我們Diavo常常也是我們Ducati常用的一個平台 之前我們的這個Diavo也有跟我們的賓士AMG系列的這個有沒有長牌去做聯名 其實我們Diavo之前也有跟知名的史上品牌Diesel做這個聯名 那一台摩托車真的是非常帥氣 我之前有跟你們介紹過 所以在我們影片上面的連結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到現在還是非常喜歡Diesel跟我們杜卡迪聯名的那一台Diavo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所以有機會看到一台不錯好的二手架 或許我會將它入手 那麼當然最新的一個Diavo的聯名 就是我們現在眼前的這一台與藍寶基尼一起聯名的這一台 Diavo 1260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們Ducati會跟我們Lamborghini做聯名呢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同品牌同家族的對不對 我們的Ducati跟這個Lamborghini 其實現在都是在我們福斯集團的旗下的一個品牌 那雖然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有沒有Volkswagen的車子 或者是奧迪的車子 但是還是要big shout out to他們一下 那你現在目前眼前看到的這一台Diavo 它整台的設計 其實就是要去響應我們藍寶基尼前陣子才發售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交車的一台最新款的藍寶基尼 世家是360萬美金的Sian 那為什麼有Sian這個名字呢 其實Sian在意大利文就是代表閃電的意思 那其實那台車子真的設計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麼我們現在眼前的這一台Diavo 1260 基本上所有從車頭到車尾呢 就有所有我們Sian那台Lamborghini上面的所有設計 等一下呢我也會更進一步的跟你們介紹一下 哇靠同學們 這台摩托車真的要親眼看到 而且親眼看到這一台我們的Lamborghini Diablo的時候呢 真的會想要罵髒話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是太漂亮太漂亮 那我們說到這一台摩托車對不對? 其實它的名字就叫做我們的Ducati Lamborghini Diablo 1260 那這台車子是全球限量的 全球限量級台呢也只有630台 這邊就有一個鐵標 直接寫著630台中的353 也就是353台 講到這個限量我就還蠻爽 因為我自己的RVE全球限量只有100台 然後我是100台中的第11台 前50台就是爽 那這台呢其實它的量還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不過我們先從車頭來看一下 我的媽呀 這台摩托你如果覺得不好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的審美觀真的有問題 不過呢我們今天也非常開心 可以將我們的Lamborghini Diablo 直接跟我們一般版本的Diablo 1260 來做一個比較 其實這台車子上面有非常多的這種套件呢 是專門為這台Lamborghini版本的Diablo做的 所以在這台車子上面的很多套件呢 是在一般我們的這個Diablo是看不到的 我等一下也會大概跟你們做一下比較好不好 全車真的超級多的這種carbon fiber 也就是碳纖維的這種夢幻套件 我們先從車頭開始好不好 哇操 我們的這個突出啊 就是用這種carbon fiber 而且呢這種carbon fiber的這一種編織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全車呢其實也可以看到非常多 這個Lamborghini相關的這種品牌標誌 譬如說像這個側身就有一個63 為什麼有這個63的字眼呢? 因為63呢就是我們Lamborghini在1963年成立的那一年 所以呢這也就是一個品牌象徵式的這種數字 來看到前叉的部分 直接給你這個金筷子 OLINS的金筷子 而且還不是一般版本的金筷子 所以這台車子呢真的有非常多厲害的這種套件 再加上你看喔 我們前面這邊的這種卡鉗啊 還給你用紅色的 那其實這個就是為了響應我們CYUN那一台Lamborghini 它這種車子上面的配色 其實講到紅色的卡鉗我們的這個Ducati還不是第一次弄 我們之前那個有沒有 第一手跟Ducati聯名的那台Diavo當中呢 它的卡鉗也是用紅色的 所以當時呢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設計 也覺得超級超級帥的 我們看到鋼圈的部分 哇賽 其實後面的鋼圈比較漂亮 但是呢前面還是要拍一下給你們看對不對 前面這個鋼圈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那台Lamborghini CYUN 車子上面的那一組鋼圈 一模一樣的鍛造造型 真的是超級帥氣的 而且它的這個金喔 珍珠粉的金 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除此之外你看喔 鋼圈的所有的側面啊 還有就是很像那種機械車工過的 直接暴露出我們這個鍛造的這種鐵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個人覺得好美喔 這一組鋼圈是不是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去裝我其他的這個摩托對不對 不過這個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我們再繼續看一下好不好 欸講到Diavo對不對 我們Diavo呢一個非常獨特的造型呢 就是在車子前面旁邊兩邊的這種進風口 這個進風口 欸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你看全部都給你碳纖維的這一種材質 包括我們前面燈 我們頭燈上面的這些蓋子 全部也都是碳纖維的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而且你看喔 其實呢我們這個進風口的造型呢 跟我們一般版本的Diavo又不太一樣 來我們現在那個Lamborghini的Diavo 長的是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一般版本的Diavo 你看它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呢在這個有沒有我們進風口的造型 側面的造型就已經完全的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我們再把鏡頭回到我們的Lamborghini Diavo這一台 你看有沒有 剛剛呢我們的這個有沒有 一般版本的Diavo側面的進風口 就沒有這個造型了對不對 所以呢這也是呢 我們Lamborghini版本的Diavo 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造型 然後再加上靠腰 你看這邊也是一樣給你carbon fiber hole 真的是喔 這台車子就算不起 放在家裡呢 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邊的一個側照對不對 其實Diavo另外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造型 就在它的這個左右的這個警示燈 你看左右的警示燈呢 一樣做出一塊這個非常漂亮的這種飾板 那你看這個飾板上面直接用了63 也就是我們Lamborghini呢 它當年成立的年份 它除此之外 你看下面 也是一樣給你碳纖維的這一種板塊 這真的是很誇張耶 Ducati呢 基本上很少 除了Super Leger那種磨車以外 其實有很少的這一種有沒有 消費型的磨車一出來就給你這麼多 這個碳纖維的套件 所以這台車子真的是很誇張 再來我們這樣往下看 也就是它下導流的部分 下導流的部分一樣 你看哇靠 一樣給你這一種碳纖維的下導流 那下面呢 一樣給你這個Xia呢 旗艦顏色的這種烤漆 它真的好漂亮耶 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好不好 所以呢 說真的 這台磨車真的從頭到尾 真的太多太多細節了 來除此之外 我們這台磨車 所以我一個非常喜歡它的一個造型 就是在它的車架 我們的車架呢 直接為了去協調我們鋼圈的這個配色 它也是烤成這種珍珠粉的金色 哇真的好漂亮好漂亮喔 再來我們直接看這一組排氣管 誒這一組排氣管真的就是完全仿造 我們那台Lamborghini Sion 它後面那個排氣管的這種感覺 有沒有這尾式管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個排氣管還跟我們一般版本的 這個Diavo的排氣管不一樣喔 你看 這是我們Lamborghini版本的這個排氣管對不對 但是我們一般版本的這種排氣管 長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在造型上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台這個排氣管呢 完全的響應我們Lamborghini Sion 那台磨車的造型 所以真的是超級超級帥氣的 來再來我們講到厚土櫥的部分 哇靠厚土櫥這個也給你這種carbon fiber的材質 五九八耶啦 你看而且呢這個造型呢 應該也是我們的這一台 有沒有Lamborghini版本的Diavo 非常獨特的一個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比較一下 你看 這是一般版本的這種厚土櫥 我們一般版本Diavo的厚土� 哇幹這個真的是超難看的 然後你再比一下看 我們這個Lamborghini版本的厚土櫥 長這個樣子 那有夠怕耶 然後我所以呢錢花多一點 還是真的有比較有價值 然後呢 來 我覺得這台車子最好看的其中一個細節 就是在它的後鋼圈 我們的後鋼圈一樣是採用這個單搖壁 然後呢整個鋼圈的造型 就彎彎彎彎反照這個Sion那台車子 也就是旗艦版本的那個顏色 你看到的時候你沒有尖叫 我真的是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如果你看到這個鋼圈沒有尖叫 我真的覺得你的審美觀有問題 但是呢這真的是帥到不行對不對 很帥很帥氣對不對 這真的是我覺得Lamborghini版本的Diavo 最漂亮的其中一個設計 也就是在它的鋼圈跟它的車架 那這一種消光筋真的是超級超級迷人的 欸你看 車子的後身對不對 我們Diavo其實可以雙人做 但是呢平常你如果後面沒有載乘客的話 你可以放上這個蓋子 也就是後乘客的蓋子 讓這台車的造型更加更加的圖特 之前呢老師擁有的那一台Diavo 其實基本上也是碳纖維版本的 Carbon Fiber的版本的 那我那一台車子的這種 有沒有後車蓋也是碳纖維的 但是我那一台碳纖維是消光的 也就是Dry Carbon Fiber 但是這個是Wat Carbon Fiber 也就是說它是有拋光過的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講到Diavo另外一個非常獨特的造型 就是在它非常寬非常厚的這個後胎 這個後輪 這也就是當年為什麼呢 我會非常喜歡Diavo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如果這台車子是我的話 我第一件事情 就像我之前將我的Diavo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將這個後面的這個車牌架拔掉 直接拔掉 因為真的是超級醜的 我跟你講騎Diavo就是要直接 將這個非常肥厚的輪胎 完完全全的暴露出來 這樣子才會非常有這種霸氣感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現在從這個車尾講回車頭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Lamborghini版本的Diavo 它的這個椅子 這椅子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直接用這種雞皮 這個摸起來非常有質感 我相信坐在上面也有如坐在我們這種Lamborghini 這個車子上面的這種感覺 而且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你看上面所有的這種紋路 都完完全全的仿造 CIA那一台Lamborghini的這種造型 所以呢 這個椅子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除此之外 這邊也給你一個消光金的Diavo 一個小小的鐵牌 我們看一下我們一般版本的Diavo 有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完全沒有 好不好 另外一個非常興奮的地方 剛剛就是在它的油桶的部分 哇靠 欸我真的很想抽到Lamborghini 真的是 太帥太帥了 來我們先看一下中間的這一片 Carbon Fiber 我們中間這一塊 碳纖維的這個飾板 你看 上面呢 就直接印著我們的這個Lamborghini 對不對 我們Lamborghini的這個品牌 標誌 哇靠 所以呢說真的 如果今天你要將這台摩托車 直接說 這是Lamborghini的摩托車 其實說真的 也是非常合理啦 因為整台車子呢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Lamborghini的這個字眼 對不對 再次講的是這個消光綠的這個顏色 這個烤漆真的是他媽的有夠漂亮 我跟你講 這個顏色真的要親眼看到你 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 這個顏色到底多麼多麼的漂亮 好啦 那我們的這個車商呢 也非常的大方 直接把這個鑰匙給我 那等一下呢 我也會為大家 就是開啟一下這個儀錶 讓你們看到說 這台車子儀錶上面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 我現在直接將這個儀錶打開 讓你們看一下這個儀錶到底多麼多麼的帥氣 那首先呢 我們先將這個按鈕往下按 那麼下面這邊有一個按鈕呢 就是直接將他的儀錶開啟 我們按下去 來看一下 哇靠 你有沒有看到同學們 剛剛呢 直接Ducati跟我們Lamborghini的這個Logo 直接出現在儀錶上面 不信我再開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來喔 我們再開一次給你看喔 首先呢 往下按 然後呢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Ducati跟Lamborghini的這個Logo 直接出現 好 我們現在呢 趁這個有沒有 摩托車 這個電子 全部都啟動的這個狀態下來 看一下前面的燈 跟後面的燈 來前燈打開的時候 一樣有一個非常漂亮的Mershing 這個是新款的 這種Diavo才會有這個造型 新款Mershing的這個Daytime Running Light 也就是日行燈 那呢 我們燈前面呢 這邊也是有一個Ducati的Logo 非常非常的帥氣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後燈的這個造型呢 跟我們一般的Diavo有沒有不一樣 噢 有夠好看喔 Diavo 為什麼叫Diavo 就是因為呢 他是以惡魔的這個概念去做取名 那你們都知道西方文化 對惡魔的這一則印象 就是說他的眼睛 就是兩條這樣子下來 就很像貓眼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真的是很漂亮喔 欸剛剛忘記跟你們說 我們後面的這個擋泥板啊 我們這個後面的車架 也是金色的 欸有夠好看喔 夭神喔 真的是想要醜到哪兒 我的媽呀 總而言之 這台摩托車真的要親眼看到 因為呢 不管是他整個摩托車上面的這種烤漆 加上鋼圈的這種消光金喔 都會讓你覺得這台車子 非常非常的迷人 而且真的要親眼看到這台摩托車 你才會知道 他到底多麼多麼的漂亮好不好 好啦同學們 基本上呢 今天真的是非常興奮 可以親眼看到這一台 Lamborghini跟Ducati聯名的Diavo 我跟你講這台整台車子的烤漆 跟他所有車上的一些套件 真的是要親眼看到你 才有辦法知道 他這台車子到底多麼多麼的漂亮喔 那麼再次感謝呢 我們呢 當地的這個Ducati經銷商呢 今天非常大方呢 在這台車子一進店的時候呢 就直接呢 讓我呢 來這邊為你們做一個開箱的影片 那說真的啦 你們如果問我說 我會不會再擁有一台Diavo 其實很難講喔 其實我一直覺得Diavo這台車子 非常非常的迷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呢 當年呢 我那個Panagali騎沒多久 就直接換了一台Diavo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我之前也有試騎過 新款的Diavo 也沒錯 這一台車子 現在這個整體的人體工學的設計呢 確實比之前的Diavo 做起來來的更舒適 而且呢 聽說呢 這個店家說 還有兩台我們的Lamborghini 這個Diavo要進來 那我不知道那些車主 會不會到時候突然放棄不買 如果他們到時候放棄不買的話 哇對不對 我們呢 就可以考慮一下 好啦 再次感謝同學們今天的收看 如果呢 今天在影片當中呢 有講漏掉了哪些訊息呢 記得在我們這個影片下面的留言欄呢 跟我們做一下補充好不好 好啦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